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展现周末限定时尚街拍 时尚街头秀 以及多场品牌时尚秀 与国际时尚论坛 10月22号将首度启用 台北大巨蛋园区 带来别具一格的 全新跨界时尚秀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与文化局长蔡时平 分别身穿设计师品牌服装亮相 表达对时尚产业的支持 2023台北时装周 以多元共荣为精神 带来一连串精彩系列活动 那其实这几年来我们看到 因为我们时装周的带动 让这个时尚产业 能够蓬勃 尤其呢 看到很多我们设计师 能够很有创新创意的展现 然后能够跟国际之间 来做相关的接轨 让我们都觉得 非常的予有荣言 尤其这次的主题叫 多元共荣 那多元代表就是台北的特色 台北就是一个最多元的环境 那另外共荣呢 我们彼此包容 但是那个荣 我们也可以用 共同来光荣的概念 我觉得台北市也是一个 让各种不同的想法 都能够发挥 然后呢 我们共同来荣耀 我们所有不同的设计师 还有不同的产业 以及荣耀我们的城市 荣耀台湾 所以首先呢 我还是要再次再次的 感谢我们设计师们 带给我们很多创新 让我们看到整个的 时尚产业 是可以发挥 美人的不同的想法 再来我觉得更可贵的是 其实穿着每一个衣服 都有它的理念的存在 像我这件衣服 它除了是一个时装的设计 它代表着永续 代表着工艺 所以我要更 更是要对我们台湾的设计师们 献上最大的敬意 因为你们真的就是 让这个社会看到 我们所有的面貌的呈现 也感受到台湾的活力 跟台湾的创意 那最近呢 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 简国燕为很多知名艺人 打造各式精彩的服装 其中10月22号 亚轴登场的闭幕大秀 将结合时尚艺术表演 与街头流行音乐 同时携手台湾知名服装设计师 打造跨于多元的大秀嘉年华 在10月22号的时尚大秀 也有一些精彩可惜的地方 包括呢 我们一样是由金奖导演 陈振川先生所指导的 另外我们还是首度 启用台北大巨蛋的松烟大老 这边是不是也值得鼓掌一下 是我们台北时尚时候第一次哦 等于是围开箱我们的台北大巨蛋 还有我们会结合了这个台饶文化 让大家呢可以 我们就是不只是我们时尚人 不只是我们 好像在同温层里面 我们跨出去 让各个不同领域的人 一起来共襄圣举 那时间是从9月29号到10月29号 为期10天的这个时间 我们从线上线下都有不同的体验跟感受 让所有民众都可以感觉到 不只有在台上时尚大秀 时尚是充斥在我们生活当中垂收可多 只要你愿意停下来驻足心想 时尚都是在你我身旁左右的 这次的主题是那个变体 它其实取自卡夫卡的变形机的概念 就是因为我的品牌概念 一直都是有点拉扯于 要做设计商业或是艺术的方面 然后这一季有点像是从自己解剖自己 因为卡夫卡里面它变成虫之后 它脱离了社会责任 然后但是它也不被这社会所溅容了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当代 如果我们是设计师 但是就可以展现出很固执 很韧性的艺术家的部分的话 或许在这时代反而是可以 是更独特更苦的 所以在Fational的系列里面 这次会展现出很多 可能症状的结构 或是一些比较街头元素的 铺面外套一些 独特的面罩类的单品这样子 我是台湾少数专门为艺人 做服装设计的设计师片牌 我们工作室大部分都在协助艺人 做不管演唱会或者是三金典礼 各种需要露出的服装做设计 虽然它没有太大的市场 但我们很focus在这一区块 那其实我们把我们的合作伙伴 当成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灵感来源 所以在我们的美技上 作品上面其实都放入很多 让艺人可以更加的有 显现自己特色的服装元素 那系列作品上面除了以往 我们过去很常呈现的一些素材 怎么样的张扬的一些轮廓跟服装细节 我们都把它呈现在服装上 包含印花跟手工的一些缝制 其实都有我一个人自己缝制完成 活动起跑记者会邀请艺人林雨昕 及范绍勋一同预告时装周 众多精彩时尚大事件 林雨昕也将于10月22号闭幕大秀上 首度挑战单纲走秀模特 今天这一整身呢 它可以说是完全零污染 零废气的一个做法 因为版型它也是很精准的 然后它没有多余的布料 然后裤子呢 也是用工厂剩余的布料做的 真的 对 然后百分之百的 什么呢 猜 好难哦 太突 以前不是很流行讲什么 百分之百纯棉吗 对不对 林添加 没有 百分之百的宝特瓶 哦 这是宝特瓶 哪里 诶 啊 我要订这一件 谢谢 很漂亮 谢谢 而且很适合你 谢谢 然后你在笑什么 没有 我刚刚看到设计师是这样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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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Lulu要订就 yes 对 订起来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要 还是要赚钱嘛 对不对 不然怎么推出下一季 好 那这个你身上的呢 那我身上是唐宗谦设计师的 那我自己非常喜欢 因为整体它这个 我身上的上衣是用桌巾布 那我觉得非常有纹度 很有夹的味道 那我的裤子是 所以这个真的是桌巾布做的哦 对 我真的很爱一些桌巾布啊 窗帘布上身 哇 I love it 而且它这个很有小细节 就是我手绣的布 还有一些纹理 他讲 你会觉得很像开玩笑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欸 就真的是桌巾布啊 我是如果我越认真讲 你们越觉得我在开玩笑 对 就亂讲 所以真的哦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都没有讲错 不是口号哦 时尚就是everywhere 桌巾也可以拿来作为衣服 活动起跑记者会更抢先曝光 2023台北时装周独家创作曲 呼应本届时装周多元共融的主题 而众所期盼的年度时尚盛事 将于10月份活络整个台北城 邀请市民一同开启时尚的无限可能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不少人在学生时期 都有在学校调东西的经验 许多学校也常因为遗失物 无人认领而感到困扰 台北市议员陈佑成就特别呼吁教育局 严拟失物遗失的处理要点 让堪用的遗失物 可以找到第二个组人 打扫时间结束 学生返回教室 台北市育成国小学务主任张柏川 则走到学校一处角落整理 这个衣架上挂的都是学生掉落的衣物 有制服、运动服还有便服 数量不少 比较常出现的地方是运动场 因为小朋友有时候运动完之后 很热就会把制服脱起来 那甚至说上游泳课上完的时候 把衣服只有忘记放进袋子里面 那因为放在游泳池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统一拿到学校这边来放 那基本上会有分成两区 一区就是所谓的制服 一区就是所谓的便服 那我们会依照制服上面的名牌 同时学生来认领 那至于没有名牌的部分来讲的话呢 我们也会上网公告 我们有贴在学校的网站上面 然后也有跟班级的老师 贴LINE的群组 跟他们通知说 有这些衣服 那请他们来认领 看看是不是有班上小朋友不见了 由于有些衣服状况还不错 在经过一段时间没人认领后 校方会采取两种方式处理 让衣服继续发挥作用 帮助有需要的人 一个学年以上都没有人来认领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整理 那我们会把一些比较好的衣服 把它挑出来 然后整理完之后 变成备用的衣服 像有些学生在学校上厕所的时候 可能不小心弄脏裤子 或者是衣服 或者是因为受伤 然后让衣服脏掉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使用备用的衣服 来让学生做使用 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会把比较好的衣服挑出来 因为备用如果太多的话 我们会利用像运动会 或者是才艺表演 把它放到穿堂上 让有需要的家长可以做自由的使用 等于是说 把这些所谓的没有用到的衣服 做一个最大化的一个回馈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事务招领处 除了衣物外 雨伞 水壶 文具等 也常常出现在事务招领处 甚至还有价值较高的手表 校方在认领程序上也更加谨慎 掉在游泳池 怎么会掉 就是我游泳玩在更衣室 换完衣服的时候忘记拿回家 后来在哪里找到 后来在更衣室的那个场里面拿到 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捡到比较多的是手表的部分 那手表的部分我们就会在里面 收在里面就不会放在所谓的 事务导演处 那在领取的时候也是会 一样会问小朋友 这个表的外观 颜色 甚至是说如果你有所谓的 绑定蓝牙或者是账号 你只要开启 因为现在小朋友也有手机 你开启之后你可以证明说 或者是里面有照片 那可以证明这个手表是你的 你就可以领回去 那当然我们也会签一个领据这样子 以免说他们领错了 或者是误领的情况之下 我还是可以把它追回来 经常参加学校活动的台北市议员 陈又诚也呼吁台北市教育局方面 应该订定一套SOP 协助学校处理无人认领的校园遗事物 因为没有一个相关办法的话 这样的遗事物 未来哪一天变成废弃物 其实也很可惜 那应该有一个相关的规则 让他可以转换给需要的人 那也可以更有效率的找到他的主人 所以在经过我们质询以后 教育局也定立相关办法 让全台北市的国中高职学校 公立学校有一个参考的基准 那至少让这些遗事户 可以成为遗事的美好 那也可以找到他下一个主人 也蛮符合现在不断要推的ESG的精神 台北市交易局方面表示已经发函请各校订定遗事物处理规范 参考北捷的做法 以公益且有效益的方式处理 让这些遗事物有机会继续发挥他的美好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警察局新一分局破获制毒集团 嫌犯在新北市一处新大楼租屋制毒 警方在屋内查扣5000多包 ketamine咖啡包与制毒原料 分装工具等政务 同时扩大追查其他的共犯及毒品来源 专案小组进入屋内 分别发现毒品及制毒集团 陈姓祖先与其他成员 这里是新北市三重区一处新大楼 嫌犯在这里承租三处房屋 作为调制及分装毒咖啡包的工厂 警方是透过一起贩毒案追本溯源 终于瓦解这个以陈姓嫌犯为首的贩毒集团 陈姓等四名犯嫌 涉嫌以新北市三重区公寓住宅作为掩护 隐身其中制造混合型毒品咖啡包 以躲避警方查信 历经专案人员弃而不舍追查跟监 搜证完备后 报请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 并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 于日前发动搜索 查获该集团陈姓祖贤等四人盗案 现场查扣毒品凯他命咖啡包 五千三百一十四包 毒品咖啡包原料 九百三十六公克 凯他命七百八十公克 分装工具三批 封膜机三台 及行动电话等证物 警方调查嫌犯先用机器分装好 再用人工方式加入果汁粉 然后封膜 以查获的毒咖啡包数量来说 这个制度集团的制毒量相当惊人 此外嫌犯还主打种类比其他同业多 警方已经将陈姓祖贤等四人 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同时扩大追查其他共犯与毒品来源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清权金额超过台币十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清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和五十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历经四分之一世纪 内政部推动组织改造终于完成 包括了国土管理署及国家公园署 9月20号正式挂牌运作 期待国家公园成为台湾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在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政委员张景森 内政部长林又昌与多位立法委员等人 共同接牌下 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与国家公园署分别接牌成立 这项内政部推动多年的组织改造 将原先的一件署改制 国土规划及都市发展等业务移入国土管理署 国家公园管理业务则移入国家公园署 国土署首任署长 由原营建署长吴欣修接任 牛昌表示 国土管理署面临全球极端气候变迁等四大挑战 除了秉持专业精进深化国土永续外 更不要忘记做好社会沟通 牛昌也期许同仁 未来能更大胆 更积极 也更快速 利用工程的手跟脑 以及社会的心 推动业务 国土管理署最主要是重为一件署 来升级跟转型 成立一个新的单位 那当然同样它必须要回应 整个国家社会变迁 还有包括我们高龄化 以及整个人民对于居住 以及都市生活环境品质 城乡的均衡发展等等 更高的一个要求 所以责任跟任务也会比过去 更为一个兼具 那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怎么样去得到一个平衡 这也是未来国土管理署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任务工作非常的多 也非常辛苦 但是作为整个主管的一个机关 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使命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升格成立的国家公园署首任署长 由内政部参事陈茂春出任 亲自出席接牌仪式的行政院副院长 曾文燦表示 国家公园署管理9个国家公园 及一个自然公园 面积占国家的8.6% 希望国家公园署将台湾丰富的 自然与人文资产 做很好的运用 让国家公园系统成为台湾 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绝对是我们可以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来认识台湾 刘昌也期许国家公园署 未来能达成多项任务 包括与国际交流 及攜手各机关与地方政府 为生态保育富裕 增强力量与资源 国家公园署 除了国家公园法 以及海岸法 还有势力法的一个主管之外 更重要的要成为整个社会 对于推动保育 还有相关环境 以及教育 等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的平台 另外因应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个趋势的要求 包括晶零碳排 SDGS等等的一个价值理念 还有国际的一个计划的一个要求 我想未来国家公园署 也会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角色 也会创造并且提供相关的一个机会 那跟我们的企业 还有包括民间的一个社团 更重要的跟地方政府 还有社区部落 还有更多广大的这些志工伙伴 一起来为台湾的环境 以及国家公园工作的一个发展 来有更多的一个力量 曾担任过阳明山雪霸 及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长的 国家公园署署长陈茂春表示 将与他国的国家公园地盟交流 促使从业人员固定的交换学习 让台湾国家公园之美 能成为吸引更多国际人士 到访台湾的敲门砖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主办的2023成功新秀舞台 10月19到11月5号 将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 今年邀集12团优秀的剧团 14位新秀横跨歌仔 客家金剧玉剧等剧种 各自拿出看家的本领 拼场拼戏 12团优秀剧团 14位新秀横跨歌仔 客家金剧玉剧等剧种 各自拿出看家本领 拼场拼戏 2023成功新秀舞台 由中国文化大学 中国戏剧学系刘美芳教授 担任策展人 广邀各类杰出剧团 与征选团队 攜手演出 呈现不同剧种 剧目的多样风貌 展现传统戏曲 缤纷多彩的魅力 我们成功新秀舞台 就是为青年演员 创造一个同台竞技的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给的 就是观众们能够看到最精彩的演出 可能同场的演出里面 航档会不一样 剧种会不一样 表演文武会不一样 那过去的历来 其实都是策展人 主动去邀演新秀 但是有很多团队就觉得 蛮遗憾的 没有机会参与 所以我们去年开始 第一次尝试 用邀演跟增剑双轨来进行 那果然就调出了 从来没有来过的团队 跟新秀们 他们表现得都很精彩 所以我们今年觉得 这个概念既然还不错 我们就继续执行 因为我们的演出 是希望说不同的戏曲的观众 都能够去看到 其他剧种的长处 而不说 可能我本来是 唐团的死忠铁粉 但是我今天来 也许看到了京剧 也许看到了艺剧 看到了客家戏 我发现其他剧种 也有它精彩迷人的地方 那同样的 我们京剧的观众 看到我们唐团演出的 这么精彩 下次看到唐团卖票 我也就进来了 我们希望能够 扩大观众的影响力 办理这个成功新秀舞台 最重要的重点 其实传艺中心 是有一连串的培育 我们传统戏曲人才的计划 比如说我们从习艺声 青年露团的辅导 还有外台戏功底的承办 等等到最后 这个成功新秀的舞台 其实都是希望培育 年轻的新学人一起进来 将来为我们的传统戏曲界 有更多的接班人的机会 那今年又比较特别 我们原来青年露团 辅导的团员 本来是在训练的阶段 那也纳入在今年的表演的新秀里面 希望他们更能够借这个机会 以演戴训 能够发挥 迈入第七届的成功新秀舞台 累积多年演出能量 共有近百位新秀演员站上舞台 今年更首度将传艺中心 青年团员入团辅导计划 成员纳入新秀 整合各项人才培育计划 藉由资深艺师传承戏曲功底 淬炼戏曲接班人 为台湾传统戏曲注入新生命 比如说像祝团的青年团员 还有习一生的培训 那当然到年底的时候 还有成功新秀的表演的舞台 其实因为有这一连串的培育计划 让我们每个剧团不同剧种 可是每个剧团 大家都可以很用心的 在各自的剧团 来培育我们的新生代 那所以在近年来 我们就发现各个剧种 我们看到 很开心的看到 很多年轻人的加入 而且也让观众朋友 可以看到更多的心血 来投入各个不同的剧种参与演出 我们发现观众的年龄层有降低 对 我觉得这是好事 就是不止我们在培育 新秀 青年人的这一块上面 我觉得培养观众也很重要 因为有好的观众 我们培育这些新人 这些新秀 他们才会有日后有观众群 走进剧场来支持他们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剧团 本身现在很努力 在做的一件事情 培育新演员 优秀的演员 而且也希望可以培养更多看戏的观众 其实歌仔戏比较 就是歌仔戏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的行当比较模糊 没有分得这么的细致 对 所以老师给我们年轻人很多机会 像我前阵子就才刚饰演一个老蛋 就是算超龄演出 对 然后偶尔呢 在剧团的大戏也会饰演一些花蛋 就可爱的角色 然后像这一次呢 就是饰演的是一个很凶猛的女武将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磨练的 就是状况底下呢 我相信将来就在跨领域 或是遇到各个不同角色 困难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出来解决 那因为我不是本科生 所以对于一些 他们之前在学校 可能念了十几年的功 对我来讲 可能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 那练习的过程中 虽然有时候会遭受很大挫折 掉泪 其实他都没有讲 其实都偷偷的哭 但是老师就会一直鼓励我们说 当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是 你要学会 你要享受舞台 而不是一直去在意 你会在台上会失误 不要去想说 你练了那么久 为什么在台上可能会失误 他叫我 不要去想这些 就是要我 你只要对得起你自己 你有花时间 花心力去练习 那到了台上 就是尽情展现 然后享受舞台 期待这次的活动呢 我们可以吸引到更多 不同观众群走进剧场 当然也希望是 客载戏 客家戏 京剧 玉剧 各个不同的剧种的观众 可以因为一张票 有多种的欣赏的不同剧种 他可以因为这次来看戏 他愿意在跨剧种的欣赏 他愿意走进剧场 来做一位好观众 2023成功新秀舞台 从10月19日起 至11月5日 在台湾戏曲中心 小表演厅演出 今年更加入文化币专属优惠 凡是使用文化币购票 就能享有八折优惠 希望能突破同温层 将传统艺术之美 介绍给更多 不同样貌的观众族群 号召年轻观众 一起进场 青年挺青年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台北家福 辅助弱势家庭中 有近八成家庭的房子 是租的 空间狭小 而且不通风 台北家福邀请工艺大使 李芊蓉小姐 名权福伦社 陈慧珍社长 以及企业 PO砖引玉 号召大众捐赠爱心福袋 一起改善孩子的生活环境 珍珍家中凌乱 不是因为没整理 而是空间狭小 摆放不易 加上租物状况 很少购买固定式收纳柜 就会变成成堆衣服 小玩具 常常无处安放 就是压力很大 然后每天都要重复 做这种事情 然后就可能 就是很凌乱很杂乱 然后心情也不会很好 然后小孩子会说 妈妈我们的衣服 找不到啊 哪里都放不下这样 对就会觉得很烦躁 然后就是会有点 难过就会觉得 怎么都没有足够 比较好的环境 给小孩子 摘衣服和收玩具 摘衣服跟收玩具 都很喜欢是不是 那你会带两个妹妹一起吗 会 会跟他们一起是不是 就是有系统的那种收纳箱 然后这样一箱一箱的玩具 也可以分门别 然后让他们想玩的时候 就找得到 然后不想玩的话 可以收起来 很整齐地放在旁边 那衣服也可以一个 一人一个 然后这样看起来 可以帮他们 可以自己收拾自己的 然后也不会这样很凌乱 一直倒一直倒 也找不到 台北家福中心辅助弱势家庭中 有近八成家庭的房子是租的 且都空间狭小 不通风 因此家福看见 这些家庭有收纳的需求 邀请工艺大使李倩荣 民权福伦社及企业 抛砖引玉 号召大众捐赠暖性腐带 包含折叠收纳箱及生活物资 一起改善孩子的生活环境 真的经过时间巧思设计 还有对的收纳工具之后 原本瘫的乱的 很容易滑落的 通通可以有系统的摆放 那我觉得家呢 就是带给我们一个避风港嘛 回到家就是可能你一整天工作很忙碌 被老板标骂 或者是今天过得不太顺 回到家就是希望可以放松 享受 而且你视觉上是要很舒服的 不但是要卫生之外 我觉得整体也非常的重要 那尤其如果家里还有幼童的家长们 如果借由收纳 孩子们也可以培养独立自主 而且对自己的物品 有负责任的态度的话 都是非常好的发展 那我觉得像这一次 我也成为租屋主了 那我也明白说 其实你在一个租屋的环境 不可能自己花钱去定制很多家具 因为你可能下次你要搬到哪个地方 那个家具不见得适合 虽然现在有很多活动家具 那像这次我在搬家的时候 我发现 房东已经帮我做好衣柜了 可是那个衣柜打开 没有抽屉 那我后来我也去买了一些 就是便利的抽屉 然后就发现说 原来这样子收衣服真的方便许多 那我就可以感受到说 其实在我们收纳整理的过程当中 真的很好心力 不但你要伤脑筋之外 你也要付出很多的时间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还要再抚养 幽童或者是还要再工作的上班族 其实是非常的辛劳的 更何况其实这些收纳工具 买起来也是不少的开销 所以我觉得这次呢 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能够号召大家的爱心 我们希望呢 小孩子不要因为家庭的困境 而影响他课业的学习跟生活 所以呢在今年呢 我们跟谢主任谈过之后呢 我们知道家福中心 今年要办这一次的 软心福带物质 还有置物带给每一户的家庭 我觉得呢 这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就马上呢 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呢这个活动可以帮助 很多家庭呢 他的生活会比较舒适一点 也可以让孩子呢 读书的环境比较好一些 所以呢我就找了我有社呢 共同来赞助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呢 展现我们福伦的精神呢 能够呢发动 就是能够来帮助这些弱势小孩呢 的家庭呢 能够呢有一个尽一点心力 那其实在LP台湾以及海外 我们公司其实做了很多 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 那今年比较特别一点是 以往我们有跟家庭基金会合作 那今年我们因为疫情过后呢 所以辦了一個台灣員工自己內部的一個公益路跑的活動 那我們也鼓勵員工 據我所知好像截至今天為止 約莫有110位的員工有參與這樣子的一個報名的捐款 那我們也藉由這一次的報名活動捐款的款項呢 捐贈給到加伏基金會 那也希望說可以藉由這個員工盡心盡力的路跑之外呢 也可以把這個報名費也幫員工們做一個愛心的一個善款的一個服務 台北家府主任謝曉雯表示 家是社會最小的單位卻是最重要的 家影響著人的一生 而有一個舒適的家很重要 和各界善心人士能夠幫助弱勢家庭改善環境 那這一次我們想要募集的福袋呢 其實一樣是從家庭的需要開始出發 我們發現台北的家庭他們都是租屋而住 租屋的情況其實都是比較空間狹小 可能空氣不是太流通 那所以他們其實在收納上面是有一些議題需要去被克服的 那我們看到這樣的需要 所以希望能夠幫家庭募集收納箱 因為這收納箱對他們講是很重要的 空間小如果沒有好好的收納的工具的話 其實他們的那個空間就不會是太舒適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也希望他們過往都會用紙箱啊 或者是用垃圾袋或者是用紙袋去收集他們的東西 我們覺得這樣其實很容易受潮 所以我們覺得收納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福袋的內容 那因為需要大家一起來募集 那一樣我們今年的福袋一樣是1500塊一份 那裡頭就會含著收納箱還有民生物資 那希望家庭可以在過年就是心理年前可以過一個好年 那我們今年的活動一樣是在12月3號禮拜天 在國父紀念館我們會有一個原油會的形式 那有70塊攤位 如果民眾對於捐贈福袋有興趣歡迎一起來 如果民眾對於捐贈就是募集那個攤位也是感興趣的話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 那天就是我們全部的家庭都會回來跟我們大家一起過一個快樂的下午 有了藝人企業民間團體共同支持 臺北家夫號召親朋好友響應收集愛蝶幸福福袋目擊活動 一起成為弱勢家庭最堅強的後盾 記者問君臺北報導 臺北市民政局舉辦臺北市基憂宗教團體民俗委員會及笑形楷模聯合表揚大會 市長蔣萬安頒發獎項感謝這些平日熱心奉獻默默行善的團體與個人 臺北市臺北市民俗委員會 臺北市臺安區民俗委員會 臺北市民俗委員會 關懷既視精神 對社會公益弱勢救助文化涵養方面貢獻良多 獲得臺北市民政局頒發獎項表揚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宗教團體民俗委員會 個人獲得獎項 非常高興今天由蔣萬安市長以及陳勇德局長親自來頒發 感到最欣慰的就是說我們大安區民俗會所有的委員 大家非常的熱心出錢出力 在今天的這個場面我們大家都看到了 總共有71位民俗委員得獎 我們大安區就22位得獎 這表示我們大安區民俗委員 所有的委員都非常的熱心 我們也感到非常的榮幸及驕傲 有例行性的比方說每年的春節輝豪愛心監選 我們都跟區公社聯合來舉辦 舉辦的包括這個獎學金 我們大家都出錢出力頒發獎學金 給我們大安區一些比較用功讀書的 包括高中大學研究所我們都有頒發獎學金 以及我們每年也固定三個鄉鎮去全省各鄉鎮 辦理這個把我們大安區的富兒號禮 熱散號施大愛精神來散播到全省各地 我們去年去昨天前天我們才到了宜蘭的南澳鄉 宜蘭的宜蘭市工所宜蘭的圓山鄉去把買了一些米一些這個衛生紙一些罐頭一些毯子一些尿布 捐給當地的弱勢族權 我們地方上 熱心公益的各宗教團體以及秘書委員會 一直以來扮演安定社會 以及安定人心的重要角色 其實我想在上個星期我特別帶到臺灣省神皇廟 也參加了一年一度中原普渡的祈福祭典 也藉這個機會希望祈求台北市一切平安順利 也希望能夠盡快協助在這一次基態大直發生事故的受災民眾 做好相關的安置後續的處理能夠圓滿 其實在來之前我也特別看了一下 在今天總共有41家基歐宗教團體 有11個我們民俗委員會獲獎 同時有71位民俗委員 還有四位令人非常感動的孝親楷模 今天都會接受表揚 其實從之前到111年 我們台北市各宮廟宗教團體的捐贈金額 累積總共有10億8千萬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代表的是我們各個宮廟宗教團體 所有的時事人員 還有信眾大德 大家對於台北市的一份愛心 而這份愛心能夠透過每一次 不管是捐贈救護車消防車 或者是富康巴士或舉辦蔣學金的班證 這份愛心能夠散播到台北市的每一個角落 能夠讓真正需要的民眾 孩子得到這一份愛心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議局 台北市的民俗委員會 其實一直以來扮演很關鍵的角色 包括每一年春節到第一線慰問 辛苦執行的警銷人員 還有獎學金能夠對台北市許多家庭經濟困難 學校即刻幫助的這些孩子 能夠給予他在學校或是營養午餐上面 無後顧之憂 同時今天我們有四位孝親採摩 值得注意的是孝行模範獎 彰顯親情的關懷與孝心 李金龍先生 靜心照料患有中風 失智且不良於心的母親 與雲瑞同學則是不用媽媽講 自己主動陪伴外公外婆工作 且打理生活瑣事 媽媽開玩笑說比自己還有孝心 主要是他自己自己蠻會想的 對 都不用我怎麼跟他講 他自己他自己覺得說這樣做是對的 他就會去做 我爸因為他在做資源回收嘛 所以他下課 他第一時間就是會先幫忙做 做那個資源回收 然後我媽媽他的腳不太方便嘛 然後只要有就是出去買個東西 他就是會主動去倉扶他這樣子 我覺得他比我還優秀 因為我覺得他比我還孝順 對 余同學為了要減輕 爸爸媽媽工作上面的壓力和負擔 而且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時間 陪伴外公外婆 他搬去和外公外婆住 照顧外公外婆的生活 所以這份孝心令人感動 為了向這些團體及個人表達感謝 市長蔣萬安與民政局長陳永德也親自頒獎 希望透過公開表揚 讓獲獎人把心中的力量繼續發揚光大 也感染社會氛圍 值得大眾學習起精神 記者問君張啟騰 臺北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強力查清 續查獲778台非法機上和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 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針對目前金融市乾粉滅火器的優化 市政府消防局進行說明會 金融市長謝國良親自參加 並練習操作最先進的水滅火器 畫面上是金融市長謝國良親自來練習新型的水滅火器 他認為可以透過防災教育宣導 也讓民眾多多練習有備無患 我發現我是滅火器新手 那我覺得滅火器使用有一定的技巧 其實剛剛滅火器的那個化學藥水一接觸到火焰的時候 其實它也會有不同的這種反應 所以我覺得一個滅火器的一個教導使用 我個人認為包括我本人在內 應該都是未來消防局 我鼓勵他們要去加強民眾的熟悉度跟加強訓練 那大家想想看這個滅火器其實它是有一定的時間 有效期間的 如果就這樣過了 然後也都沒有使用它 其實就得報廢 所以某個程度 我剛剛也跟局長講 到一定要報廢的時候 其實應該讓大家來學習訓練使用 那我們感謝很多議員今天都有到場 幫我們共同的來參與這個未來更新的一個計畫 非常感謝我們市議會有很多的議員 這一次給我們基隆市的這個狹小巷道的滅火器 來優化來更新 那主要這次是我們要針對一些這個滅火器容易爆裂的 這個部分我們做一個整個檢討 第一個我們要先把這個滅火器 這個作業要把它回歸到民政系統來 也就是說要請我們的里長 或者社區的里市長 林長 這些人來幫我們管理 有效的管理才可以讓這些滅火器 可以真正的達到這個使用的效果 那第二個我們要把這個滅火器把它提升 為比較環保的 這次我們使用的是那個蓄壓式的水滅火器 它的滅火效能值比這個乾粉滅火器更好 更棒 所以說它的這個效能可以說在我們全國 我們基隆市這個是第一次的示範 讓各區里的民眾來申請使用 另外我們也動用了預備金 要讓我們基隆的里林對於我們目前的 7300多支的這個滅火器全面的清查檢測 因為我們的滅火器有很多已經是超過10年以上 都沒有任何新的處置 而一般滅火器3到5年內其實早就已經過期 也就是說基隆市很多滅火器其實已經過期了長達5、6年以上 那我想這一次的一個全面檢測也可以讓未來我們的消防環境得到更多的安全 那這部分也感謝議會大家的大力支持 也謝謝消防局包括像局長跟消防弟兄姊妹的努力 市長謝國良強調 為了確保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將動用預備金在年底前全面進行檢測現有的滅火器 並在三年內逐步汰換成為對環境及人體更友善的水滅火器 讓市民能有更充足的救災因應資源 記者黃日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 再帶您來看針對區里巷道間的滅火器安全問題 市長謝國良相當重視 未來市府將透過民政系統的區公所和鄰里 來做好滅火器的建制與管理 議員們表示相當肯定 金融市消防局展示最新的滅火利器 這個由台灣製造的蓄壓式水滅火器 未來將取代較不環保的乾粉滅火器 消防局說將分三年回收救滅火器 市府也將依實際需求逐年採購設置新的水滅火器 我們要逐步更新 成為這7300多支都是有效可用的 那這7300多支的放置地點就會由民政系統跟里長林長甚至里幹事 大家共同來商議放置在最合適的地方 多位市議員跟里長到場參加 肯定市府關心消防安全的用心 我是建議說應該廣市 市長這個構想非常好 就廣播 譬如說我們每一個林長照顧三支滅火器就好 你就知道壓力表有沒有正常 這支滅火器還在不在 期限過了沒有 我們每個林長都有參與感 都有一個管理的一個權限在 我想這樣總比我們消防員到處去巡視到處去找我們冥金 到處去擔心這個冥金過去的沒有 我想分工合作這個構想是非常的好 不過我最重點就是希望基隆真的要廣設冥金 尤其我們的很多鄉道是香港這倒不了 廣設對我們肌肉是最好的 謝謝市長得正 謝謝我們局長的鼓勵 然後市長呢也非常貼心的 因為我在議會地區大會有提到 我現在用乾粉式的已經不適宜了 因為它不環保 而且整個煙霧瀰漫 是不是會傷到身體 所以我覺得用水性的是比較好 對 比較精進 尤其是今天的這種新款的麵火器 不僅是環保 而且又落實到我們的管理 剛剛講七千多隻 我們如果說讓李林長去管理的話 隨時保障我們的安全 不要讓這個火災一發生 因為消防緊地有限 臨力無窮 每個人隨手一支滅火器 馬上可以迅速的解決火苗傳奇的那個危機 那但是呢 有些人林呢 他可能比較大 他可能兩三天是不是不一樣 那是不是未來的話 我們可以再去做一個討論 那呢 感謝我們的市長 那也感謝我們的局長 那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個折政 那未來呢 又可以改變 變成那個水式的這個滅火器 市府計劃未來將由區公所跟李林長 來決定滅火器設置地點 並進行有效管理 現場也邀請台北市的里長 來分享管理經驗 李林是最小的行政單位嘛 那當然只有里長才知道說 滅火器哪裡比較需要 那我們就會去放置滅火器 那當然在做檢測的時候 因為三年會檢測也是嘛 要收滅火器 我們才知道說滅火器如果不見了 會到哪裡去啊 那有可能附近的店家拿走啊 或住家拿走啊 或大樓公寓拿走 那我繼續請他說把滅火器拿出來 做檢測 才不會說到時候什麼平生破損啊 什麼施壓 藥劑變質啊 到時候火災噴不出來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台北市 都是用李林做為滅火器的 維護管理單位 那這樣子能夠比較不會說 讓滅火器失去它滅火的作用這樣子 市長謝國良強調 感謝議員跟李林長 共同來關心消防安全工作 希望透過滅火器的太舊換新 跟有效管理 來保障全體市民朋友的安全 記者黃日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 另外在市議會預備會議中 市議員李敏徐指出 今年7月1號起 市政府殯葬所在收取大鏈費用300元後 就沒有再像以往一樣協助家屬 把庫前或衛生紙塞入棺木裡固定大體 議長同梓委表示 議員們提出的質疑 將在10月25號起的一個月定期大會召開時 要求民政處報告清楚 機動市議員李敏徐在市議會 預備會議中指出 接獲民眾反映7月1號以後 殯葬所在收取大鏈費用300元之後 就沒有再像以往一樣協助家屬 把庫前塞滿棺木裡面 也因為沒有固定在送往火葬場搬運過程中 容易導致大體搖晃甚至翻身的情況 從兵庫出來之後到這個禮廳 大體會放在禮廳的那個 我們栽養一龍嘛告別 那你應該是要把庫前塞好塞滿 那你送上去火葬場的時候一定會有搬運 會有那個更動嘛 那現在是沒有做這個動作 那都要叫家屬 王政者家屬 或者是殯葬業者 自己去做這個動作 可是你有給人家收這300塊 照理來講是 家屬準備庫前 然後那個殯葬所的同仁要把他 那個殯葬組的同仁要把他 這個大體要塞好 然後我們錄鏈封釘之後 送上去火化場的時候 才不會有更動 不然你從那個禮廳結束之後 要送上去火化場 這個更動過程一定會 棺木會上上下下嘛 所以有時候到火化場 準備火化之前 那個棺木是 整個遺體是 可能是翻的 雖然說已經那個封釘了 是看不到 但是你這個對王政者 其實是一個很不盡的行為 一般你是要把它封好封滿 才叫做大鏈 所以他現在我們目前的 兵庫所的狀況是 直接把大體就放進去棺木 然後就是丟著 也沒有用那個庫前把它固定好 那造成家屬有時候看到 可能我們在最後的 沾養一龍的時候 會看到說 為什麼旁邊都這樣坑坑 然後送上去的時候 你在搬動的抬關者 他其實都會感受到 這個大體在晃動 在移動 那到了這個火葬堂的時候 會不知道他到底是 可能整個人變側面的 或是整個 甚至有些屁股 是直接朝天的 機動市議會議長 童子偉表示 將在10月25號開始 為期一個月的定期大會召開時 要求主管單位 機動市政府 民政處報告清楚 民進議員提出來的問題 我想相關殯葬業者 都會有相關的陳情 給我們的議員同仁 所以我們 也會特別請議事組 要求民政處 在這個業務報告的時候 請殯葬所特別列席 然後把這個 所有的完整資訊 在書面的資料 以及業務的答詢 都說明清楚 我想我們後面 再來做一些相關的調整 那如果有需要 民眾認為有需要不足的地方 我想我們也會要求 市府做適當的調整 符合現階段 然後也符合大家的這個要求 跟需求 然後我想這個是一個 呃 因為這個殯葬業是一個服務產業 那我想對遺體的尊重 或是整個殯葬所必要的調整 包含其實我認為交通動線 也可以再做一些更好的疏導 跟規劃 那環境的整理 以及我們大家的一些需求 包含未來可能有環保精爐等等的 符合時代的需求 我想殯葬所未來 在這個會期中 應該會佔很大的版面跟篇幅 我們也希望殯葬所可以特別做好完整的說明 市議員林敏勳進一步表示 死者偉大 其實許多民眾認為 基隆市殯葬所的各項業務服務 相較於其他縣市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如果可以更進一步 好好跟殯葬業者溝通 以及更精進對往生者家屬的服務 相信對死者跟往生者家屬 將是更大的尊重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一位曾經在馬來西亞碰論學校 擔任料理老師的華僑 正能量 在疫情之後 把馬來西亞的特色小吃 帶到基隆外木山 運用香茅和咖哩粉 作為特色料理 讓這裡的紅磚屋 飄出濃濃的南洋味 將洋蔥 薑切成片 大蒜香茅切成段 全都倒入果汁機 打成泥的醬料可是獨門的秘方 醬汁淋在雞腿肉上 撒上咖哩粉 醃漬4個小時之後 再下鍋油炸 金黃酥脆的香茅雞 口感細嫩不油膩 香茅雞一定有香茅 然後薑片 蒜仁跟洋蔥 秘訣是在於咖哩粉 其實咖哩粉還會帶出 整個味道不一樣 因為它融合了25種的香料 融合在咖哩粉裡面 這是馬來西亞最厲害的 我覺得 然後其他調味就自己適中 喜歡吃鹹一點 還甜一點就可以自己調配 而這一道馬來西亞小吃中 最常見的沙爹串 使用雞牛羊豬 業者說用炭火或是烤香烤 過程中還要塗上奶油和香料 來增加香氣 雞肉吃起來很新鮮 然後他們好像感覺醃漬滿久的 那那個香料的味道 一樣在這個雞肉裡面 變得讓雞肉變得更軟嫩 然後香氣也非常的足夠 那加上這個醬料的部分 也是讓本來雞肉就有一點咖哩味 那再多增添一些香料的味道 我覺得很好吃 油鍋裡這一道看似台灣的天婦羅 其實它正確名稱叫做炸魚香 吃起來呈現QQ的口感 其實叫Grobo 那因為我們在台灣找不到這樣 因為在馬來西亞呢 其實Grobo是隨處的路邊蛋都吃得到 那麼本來是薄片 但是在台灣我們覺得像 或是像這種咬的魚漿類 那我們也是用魚漿去做的 但是裡面有一味特別的香料 叫做Blat醬 那Blat醬是馬來西亞獨有的香料 然後我們把它混入 然後再加上麵粉 就把這個魚漿變成不一樣的風味 吃起來更Q更有咬氣 而且還有一種魚香的味道 所以我們叫它炸魚香 吃那樣餐點 當然不能少這一道炒菲啊 師傅熟練翻炒鍋子 將醬料發揮到極致 而想吃清淡一點 也可以點這一道椰香咖哩 我們馬來西亞特色菜 因為馬來西亞都知道是香辣 辛香料多 那有香茅 薑黃 薑跟蒜 其實都有 那主要就是還有一些 我們馬來西亞比較道地的一些 特有的一些醃汁香料 像Blat醬 它就是要做我們這一道魚漿 一定要用的Blat醬 那在做香茅雞 那我們其實在飯的這個工序 其實台灣也滿多料理 後來有引進香茅的做法 那在這裡吃到的就是有一種 特別道地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說太過嗆鼻 或者是太過刺激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是滿順口好吃的 在朋友的邀請下 主廚鄭能亮來到大五輪沙灘附近 開設南洋風味餐廳 沒有搶眼招牌 用餐就在紅磚屋內 而牆上這幾幅油畫 是他們的特色 我們把這邊市集來融合 就是我們有很多不一樣的特色的東西 在這裡 不一定就是吃喝玩樂都會有 所以我們在這個市集 我們就是要把娛樂跟我們休閒 還有藝術結合 你們可以看到來這邊逛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我們的藝人 我們有很漂亮的油畫 我們的養老師的作品 來這邊的人他不是只有 就是我們這個比較傳統的一些 烤香腸的一些料理 那我希望來這邊的遊客 尤其都是外地的客人來這裡 那包含有桃園的 我甚至還有客人是從雲林那邊上來的 所以就是說他們就是覺得這個沙灘 他們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想讓他們在這邊 可以多一點文化的飲食 疫情之後 外木山遊客回來了 濃濃奶洋風味和在地的餐飲 作為居隔 希望讓萊基隆的遊客 品嘗不一樣的一國料理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呃 櫃香 今年 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